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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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叔叔 我要超人 可是我要檸檬味 好 那就差不多了 不是 真是的 囤仔 老闆 找老闆 那樓 來 阿娘 豬長 甚麼事 你看 豬肉煮焦了 我說過多少時候 整個盤菜的靈魂 就在豬肉上 我剛才剛去廁所 回來之後他… 太不像樣了 你今天一直心神綁匯 現在闖禍吧 究竟怎麼搞的 還有半個小時 仇宴就要開始了 好了 連豬肉也燒焦了 盤桌裡怎麼可以沒有豬肉呢 現在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請刀 好 阿娘 請刀 第五代龍頭刀駐日黃秉儀 向列祖列宗請刀 人都合約 忠孝相傳 叫 人都合約, 混約 我還要幹嗎 是 怎麼會叫 村長把龍頭刀駐上去 為什麼做呢 什麼事 拿這龍頭刀駐上去 大爺 好像是否是 能不能再撕一旦 你得撕心 啊 好 你不是要撕不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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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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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厲害了 簡直是神父奇妓 二叔公 你可以和大家說 壽宴準時開席 那我炆豬肉就全靠你了 沒問題 我給你一封礙事 我祝你順順利利 謝謝 二叔公 好 壽宴準時開席 好 壽宴 祝二叔公 送給南山 祝二叔公 送給南山 乾杯 乾杯 好香 喝吧 在 來 搞定 多吃點…大家不用客氣 多吃點…快點… 還有火鍋… 大家多吃點… 不用客氣, 大家吃多吃點 去哪兒 如果祖少爺在這兒 我們就不用手忙腳亂了 就算他真的想回來幫忙 我也不會讓他做 我答應過大哥 要令他出人頭皮 他在外面不是又做這些 閉嘴吧 處長, 糟了, 大件事了 你怎麼這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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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讓他走 他就是他主 是他故意陷害我們的 他不會上村長 想走 啊 會不會 啊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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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是誰指使你 是祖師兄, 是指使的 王炳儀 既然你請了龍頭刀 就要扶起這個責任 王炳儀 你沒有資格做廚師 我是被人撼開的 我誤會你 豬肉是你親手煮的 王炳儀 你已經不會擁有龍頭刀了 是祖師爺指示的 我決定將王炳儀逐出本村 由王繼祖暫代村長的位置 上場 王炳儀 跟士卓 王臥 南海 王炳儀 日快活 王廷光臨 跪過島 茶水冒军 赤魚好 吃熱的來點什麼好 帶我來介紹 青菜水果不能少 今天阿豬又娘好 用水深桶調好 我早生常常常爛 走 去吧 各位同學 在你們畢業之前 在你們誰能把大同武術的校徽 放在他的位置上 他就可以成為第一優異生 伏袖各位 預備 開啟 走 太神了 去吧, 去吧 去吧, 去吧 去吧 去吧, 去吧 不是吧 是校長的 別過來…我是校長 誰想做第一幼兒山, 就上吧 去吧, 去吧 我沒有, 你們已經不在我身上了 我沒有拿 剛才我交給健吉, 在健吉那裡 在哪兒, 在哪兒 頭長, 你交給誰 我交給那個臭小子 你這個臭小子 你這個臭小子 同兄弟, 謝謝 健吉, 是不是走了 我問你 看見他是不是已經跑了 我剛才好像應該 或者看見他跑了 應該是 聞得浪費氣 我自己去追 不用追了 他走之前 叫我把盒子交給你 連校長也玩 武大武勢 我已經跑了 你出戰了 我把盒子交給你 我自己去堅持 我會幫你 我會把盒子交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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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校長 我今天要走了 禮儀廉恥忍內克己 我一定會記住你的教訓 這是我做的龍鬚棉 就算是學生最後送給校長的一點心意 你的臭小子還想有些良心 起來吧 離開學校之後 你這裡找一個叫沈維德的師父 為甚麼 你可以從他身上學到你欠缺的東西 飲食之道, 色香味意義 見一個廚藝天分甚高 唯一欠缺的是義 但異境是沒辦法教的 一定要靠自己在人生中經歷體會 能夠容辭於食, 則打食 雖然健欣不是本地學生 但他們中國國粹有濃厚的情 這個小孩假以示人, 必會看 他也會就說我會先做的 你會看 你會看 我才會看 你會看 你會看 我會看 你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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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妹 妹妹, 茶香可以關於我嗎 等一會 算了 清姐 這次你一定聞不出是甚麼來的 我們差不多時間要開店了 你認輸吧 金雷 我不是跟你說了嗎 我要的是營養健康的脂寶湯 不是這些十全大寶湯 你聞到出來嗎 這張湯說得好聽就叫十全大寶湯 其實是鐵打酒 拿走 我花了很多心機 金雷 可惜你功夫還沒到 我已經幫了你了 但是還是我姐姐厲害 金雷呀 黑漆漆的是甚麼來的 很噁心 拿走它 拿走它 都是我姐姐厲害 送你的房子收了沒有 現在去吧 你怎麼拿的 你來幫忙吧 好 我幫你們 謝謝 不用 喂呀 你們有沒有搞錯 整地都是 如果爛了 我跟你們老闆扣錢 聽了沒有 好可憐 我的頭好痛呀 看什麼 幫門口那些進去吧 快點呀 不是呀 我 你帶我一會兒再找 我要驗貨先 有一點點那麼多懶呢 我也不收貨 懶一個扣兩元 懶兩個就扣四元 快去呀 去呀 快點呀 你們也是呀 把門口那些進去吧 快點呀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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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想吃飯 請這邊呢 你說什麼 我說 一 我不是姑娘 二 我不是故意碰你的 三 我是來找沈師父的 三 四 我好餓 那你為什麼不早點說 那你有沒有給我機會說 你剛才撞我的頭那筆 我稍後再跟你慢慢計 那你在這裡等一等 因為我們剛剛開門 你不介意的話 先搶著V吧 沒所謂 好 你想見沈師父 就一定要說到湯裡面 放了什麼材料先 阿妹 阿妹 原來你也是行家 少少吃點 陳年吉普 自己做的 你怎麼會知道的 千年人心 百年陳皮 把新回甘吉皮 和陳年普利結合在一起 消息化制 疑通五座 都懂得不少東西 不過我們這裡的菜 比這些茶更加出色 我可以保證你從來都沒吃過 想吃什麼 你們這裡的招牌菜是什麼 全部都是招牌菜 任你點 開水白菜 開水白菜 那白菜是用水蒸 還是煮 別胡說 客人點的是四川明菜開水白菜 雖然我們是粵菜館 既然先生想吃的話 我們馬上會來準備 怎麼樣 你嘗到沒有 怎麼搞的 跌打酒的味道 不過我知道裡面有乾坤 這道菜是三蛇燉水魚 看不出你也有本事 那你知不知道開水白菜是怎麼做的 我是學廚的 這些這麼簡單的菜 我當然會做 順便給我一嚇我 師父 師父 為什麼你拿來禦菜館點四川菜 有點奇怪 看來這個是同學 想用開水白菜來嚇我 幸好你師父我並不是浪得去命 好 大哥 一道這麼普通的清湯白菜 怎麼會被視為上品 阿兒 阿兒 白菜對我們圍村人來說 有不同的意義 他就像我們的親人一樣 平時不會對他特別感動 但是真的失去了 還會思念那種平淡中的溫暖 和親切 你將來就會明白的 結帳 先生 先生 是不是我們的開水白菜有問題 老實說 完全是兩回事 我不是很明白 你的意思是 白菜和雞都不錯 但是工序有問題 你們這道開水白菜 任何一間食館都做出來了 這道菜已經失存了 怎麼稱呼 黃炳賢 黃師父 如果你有真功夫 敢跟我師父比試 如果我們輸了的話 如果我輸了 從之就不達足四海一品半步 如果我贏了 就有老黃師父 你在四海一品洗碗一年 我為什麼要跟你比試 身為一個廚師 你不要拒絕我的理由 好 但是我需要一個助手 一吃就知道是沈師父做的 太好吃了 軟懦純仙 而且肥而不利 沈師父的這道菜 一指他本定會招牌菜 而且他還有一個好助手 所以當然難不了他 黃師父 你覺得沈師父這道菜怎麼樣 中規中矩 黃師父 你這道鴨上桌也冷了 小心 阿妹 為什麼這麼熱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在鴨的外層 有一層薄薄的熱 是用來保溫 雖然鴨上了桌 其實還在這裡住 想什麼 我輸了 我輸了 為什麼這樣就輸了 果然是失傳了百多年的 不早白寶寶的味道 真的想不到 味道和書上所寫的一模一樣 做這道菜不能用到 不能用到 對 對肉熟學 一旦和刀接觸 質地就會馬上老化薑鴨 纖維也會斷裂 師父 不用擔心 沈師父性格我很清楚 離開學行之後 你去這裡找一個叫沈維德的師父 況且他最有許意 沈維德師父 等一下 你說什麼 沈維德 沒錯 沈維德是我爸 他去年 不幸過了身 沈維德 也是我大哥的師父 我知道 當我看到那道百寶鴨 我就知道你是誰 那你應該知道我 黃師父 你的事我略有所問 我相信你是無辜的 為甚麼呢 直覺 一個熱愛廚藝的人 怎麼會做出這種事呢 喝茶 謝謝 沈師父他走了 四海一品沒有人掌傳 我只是會背菜譜 妹妹又不肯繼承父業 這樣下去 四海一品 遲早會窮逃沒路 沈維德這個招牌熱門 我大哥承襲了你爸爸的廚藝 而我又從大哥那裡學到這些廚藝 所以我也有義務 保住四海一品的招牌 不過只是憑我一個人恐怕不行 黃師父 難道你想 剛才那個小子的確有點本事 只是連笑欺盛 只要調教一下 我相信他又必成大器 但是他不一定肯留下 我相信他會 不過我還有一個條件 黃師父請說 就是不要再叫我黃師父了 叫我阿義 好 阿義 我要替你付錢 你想付什麼 刀工 對不起 不好意思 快點 他會剪河團 難怪他要跟阿義做刀工 切河團 下刀一定要夠快夠盡 河團的皮上 有很多像刺的東西 可以用料理刀切掉 但是難度很高 這是最能夠考驗一個廚師刀工的地方 搞定了 這就是我的薄片生河團 如果你怕的 就過半個小時才吃吧 厲害的口感 沒有魚腥味, 肉質鮮甜 做到魚不像魚, 肉不像肉 這就是河團的至高境界 環海二, 輪到我了 是鯛魚 日本人奉鯛魚為乳中之王 它的味道高雅行蔥 魚肉滑中大鮮 但是跟河團相比 這些是冰鮮鯛魚片 看來沒什麼特別 阿兒的刀工再好 鯛魚的味道又怎麼可以勝過河團 你… 你用的是什麼刀 是冰鎮過的魚刀 所謂生魚片 一定要一直保持在冰涼的狀態 魚肉鮮有質感 才會好吃 一剎那清涼過口 口裡的溫度 將鯛魚圓潤的味道 逐漸推到整個口腔 向外蔓延 冰鮮的鯛魚就好像在口裡獲得重生 那樣 是又無懷可擊的鮮味 你無懷可擊的鮮味 我沒有輸 你輸在那把刀 真人不露相 原來這些才是刀工的秘密 是誰 到底是誰抖我的帳 那麼多黃伯怎麼全都不見了 這個遠在天 快點了 要找了 好了好了 不要哭了 我一早就預備好了 我真的怕了你 每次拿菜錢都要哭 收貨 誰叫你送來的 是黃先生訂的貨 謝謝 這是什麼 在哪間的 做吉祥用鳳梨熬汁沒問題 但是要加韓菇和甘草 筋布發青 帶有辣味的蘿蔔 根本就不算蘿蔔 黃炳二致 一定是他比我的像 太過分了 師父 不要叫我師父 我還沒答應 師父 你說吧 不管你叫我做什麼 我也肯 我會說得好 我會叫我師父 我會叫我師父 今天將降大任於師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露其筋骨 餓其體肤, 空分其身, 得分亂其所為 所以動心忍性, 爭益其所不能 有一點磨刀, 就可以難得我 你說你是不是有病? 半夜三更不睡覺 你在這兒磨甚麼刀? 還磨就磨到天亮了 你不讓人家睡覺嗎? 沒想到, 你不單是姓龍 你還是龍的, 死龍鬼 有病 你到底想做甚麼? 你以為你在這兒做恐怖片? 磨這種爛刀, 你欺負誰? 你知不知道你整晚吵了我一整晚 我一整晚沒睡 我快要發天了 你這個人是不是有病? 有病, 有病的就麻煩你去看醫生吧 師父 那些生瘦的刀, 我全部磨好了 嗯, 我們, 甚麼時候開始呢? 開始甚麼? 我當然是, 當然是學柱 如果不是, 你以為甚麼呢? 既然是你磨的刀, 就你用吧 啊 甚麼? 你聽不清楚嗎? 我, 我想知道呢 你甚麼時候教我呢? 悶啊 是蘿蔔皮, 有多爐的 啊, 師父 我 嗯, 嗯 嗯 嗯 阿二 明天是你第一天做四海一丙的大廚 這裡是你的廚師服 謝謝你 阿二, 你是不是有心事? 我, 我很擔心, 我一隻兒子 天絲餅, 一品天香 蟹肉會冬燕, 蔥油泡水栗蛇 香草海鹽雪乳麵 鹽燒海螺, 冬瓜佛跳牆 果木炭燒鵝, 一品名嘴 大盆咖哩會海鮮 芬衣草蕭乳甲, 桂花炒海虎刺 南瓜海鮮中, 一帆風順 環球刺身拼盤, 金玉滿盤 等等 祖少爺, 這是我為新婚店設計的新菜 你滿不滿意呢? 照你的意思做, 師妹 祖少爺, 我幫新婚店邀請大廚回來 岑師父 以前是哪家做的? 四海一品 好好的, 為何要來月王軒呢? 祖少爺, 其實我早就希望可以 加入像月王軒這麼有規模的集團 我想聽真話 其實, 是我, 是我一時失手 擺在兩個人的手上 所以 岑師父, 行內都略有名氣 什麼大廚這麼厲害, 將你打倒 這個人, 叫黃炳儀 他叫什麼? 叫黃炳儀 黃炳儀 這次我不會守住的 祖少爺 村長已經離開了遺村這麼久了 其實不如 你想跟誰說話 不是跟誰說話 村長 我意思是, 我意思是說 你始終是兩叔侄 不是 他不是我的叔 你別再說了 是不是, 你聽我說 你閉嘴 他搶龍頭刀傷惡霸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那個是他親老大 你還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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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給我 還給我 大哥, 冷靜點吧 為什麼 那把刀是我的 全神的名譽都是我的 你有什麼資格藏在那把刀 娘 我不是要這把 我要龍頭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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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龍頭刀呢 我的龍頭刀呢 那把刀是我的 你還給我 他一直想要各牠刀 想做村長 他一直想要各牠刀 veio你 他… 你還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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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清醒一點好不好, 清醒一點 大哥, 你別再喝了 就在最危急的時候 阿姨 大哥 我看得很清楚, 是他… 是他設計陷害我爸爸 大哥為了救妹而受傷 是很痛的 他害得我爸爸不可以再下廚 離開了圍村 大哥 別說了, 我沒免得再留計 計足以後就交給你照顧吧 我答應過我大哥要好好照顧計足 誰知道 我逼他離開圍村 是報仇 他竟然這樣對你 算了 過去的事不要再提了 其實你大哥 當年連續兩屆得到廚城的稱號 為我們沈家爭光不少 我大哥的確是個奇才 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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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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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刀工是一種異學難證 永無止境的鍛煉 常人切割能夠整齊利落就算合格 至於刀法如果略通 撼 朵 劃 拍 一常法已經無礙於識美 如果想要做個好廚師 想什麼材料用什麼刀工 就要自己花點時間刀割 有沒有這麼難吃 人家特意弄給你吃的 多謝 我辛辛苦苦做了一整天 就說多謝吧 別以為自己很糟糕 不能不去 你們也會先把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所以好廚師也會適調醬汁 試試看 杨茜茜 杨茜茜 為什麼這條醬汁味道也差不多 又好像是呀 金蕾 其實調製自己的醬汁很容易 只需要一點點耐性 一點點興趣 再加一點點想像力 食物的味道 無非都是甜酸苦辣鹹這幾種 只要你多嘗試 混和各種不同的作料 找出自己和客人最喜歡的口味 這樣就行了 哇 很好吃呀 是不是呀 金蕾哥 這些醬酸得有鹹 鹹得有甜 甜得有辣 而且口感一流 是怎麼做出來的呢 我沒吃過這麼特別的醬汁 金蕾 今天就用這個醬汁 快拿去廚房收好它 好 我知道 小心點 金蕾哥 我陪你 沈瑩 在想什麼 我在想 怎麼才能做出一碗 美美可口的豆腐花 你想做豆腐花 叫我一聲師父 我就教你 但是 要好好吃那種 沒問題 師父 其實做豆腐花的材料非常簡單 只有黃豆 水和凝固劑三人 而黃豆的份量和水的比例 一人而言 我今天教你炒 炒蛋講求 香鬆聯滑 而要炒得鬆 關鍵是要令空氣入到蛋漿裏面 將它打成泡沫 這樣跟蛋糕鬆不鬆的道理一樣 師父今天炒一次給你看 以後就要靠你自己了 油溫的控制很關鍵 總之一句說完 不可以滾油 一滾蛋就廢了 來 好 師父 蛋還沒熟 就是要利用它的餘溫令蛋熟透 這樣蛋才會 要做這道菜 除了熟練的手法 還有打蛋的技巧 最重要是火喉的把握 看起來很簡單 其實很難 這道菜叫做黃布千層蛋 我沒想到炒蛋這麼簡單的菜 哪有這麼多學問 越簡單的菜 越難把握其中的神術 哇 原來做一道好菜 是這麼難的 做菜不難 做人先難 遮遮雞球 剪萬用 還不滾手 是我們酒樓給醉的醬汁 是嗎 今天剛剛推出的 希望你喜歡的 老闆 這是什麼 有什麼事 這是什麼 這顆 很明顯是鐵釘 是鐵釘 大家聽到沒有 這是鐵釘 菜裡面有鐵釘 會吃死人 就是 大家不用緊張 是誤會 金雷 什麼事 你們自己看看 鐵釘多尖 有鐵釘也算了 要炒熟一點 你以為是牛扒嗎 炒一半 炒一半 半生熟 想吃死人嗎 你想怎麼樣 你們太過分了 想搞事也應該出過高招 你們家在賽道的鐵釘 比那些鬥士還多 我們會這樣做嗎 分明是插裝 那就難說 你們的大廚早有前科 什麼前科 你說什麼 黃炳儀 這是祖少爺送給你的禮物 不用擔心 這是田總廚做的燜豬肉 沒問題 古此為之 為什麼 那是怎麼樣 我真想不到現在的生意還差過以前 不用這麼緊張 什麼不緊張 現在好了 那些客人全部都不來了 再這樣下去 我們的酒樓早早就倒閉了 不知道是誰惹回來的 奇哥 你買東西嗎 其實也不關師父的事 那些人來搞事 等我來吧 真的天天不要說人 晚上不要說鬼 你不要亂來 那怎麼也好 有些人被人欺負 都不敢出聲 快點 走 走 後來 你幹嘛 走 死靈妹, 你好 你怎麼樣 走 你什麼 走 走 水 走 幹甚麼 住手 快 快 怎麼樣 英雄救美 走 走 怎麼樣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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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兩位想要什麼 不知道 黑人爭 幹嘛攔住我 你看看你 整頭都是麵粉 謝謝 抵襯界全港中華廚神大賽 見證接受報名 四年一度的中華廚神大賽獲勝者 除了可以得到廚神終身榮譽之外 如果我們得到冠軍 豈不是四海一品的星月 快點回去通知姐姐 誰 我爸爸是真正的廚神 誰及得他 這次廚神的寶座 我瑞修可得 沒人有資格給我付 我要報仇 喂 好 就這樣了 對不起 我不可以去 阿姨 發生什麼事 師父 你說出來吧 對了 我和姐姐 已經當你是自己人了 有什麼事 我們可以幫你的 她前了我很久 我一定要解決 師父 如果你不去的話 我們也不去 見證 見證 這次的比賽是非常重要的 有什麼比比賽更重要 有 就是你們和四海一品 廚神對我來說並不重要 為了四海一品 你們要盡力比賽 你放心 我們會等你 天一 這個你拿去 是 四海一品 廚藝大賽現在開始 各代表決已如冠入場 好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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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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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叔叔 四年一號中華廚藝界的盛事 各位觀眾 第七屆全國中華廚神大賽 現在正式開始了 首先介紹一下五位的評審員 他們分別就是 中華烹飪演習會會長于本昌先生 名著廖志榮先生 餐飲聯盟的王麗梅女士 餐協專職王永恥先生 廚協榮原主席余永文先生 在比賽開始之前 我們有請上一屆的廚神得主 就是代表月光軒的田秋刀師傅 你好 田師傅 師傅 不過他還是你師傅 金雷 他不是你師傅 肥仔廚神 我要向你挑戰 好啊 歸保我啊 四海一品 好啊 現在跟大家說一下比賽規則 比賽就是淘汰賽 今天評審員會在六隊當中 選出兩隊出來 直接進入我們下一次的決賽 你一次的主題就是刀 也就是說 除了符合色香味營之外 最重要就是發揮廚藝場的刀工 因為刀工才是廚藝的真功夫 比賽限時一個小時 我現在宣布 比賽正式開始 三元牛堂 我終於明白師傅的用意了 金雷 我們一定要出線 我們加油 不過我們要做什麼菜 人家選的食材 姐姐 那我們做什麼菜好 我幫你做四套寶 四套寶 比八本甲更難啊 你對自己的刀工沒信心嗎 我明白了 幫我拿雞 鴨 菜甲 配料 來 洋蔭出 姐姐 那個田秋刀 他到底在做什麼菜 那道傳統的四川名菜 三元牛頭 一道以繡製刀法為主的菜 好 比賽進來得相當激烈 但是比賽的時間剩下三分鐘 只剩下三分鐘 只剩下三分鐘 一分鐘 四 三 二 三 夠了 六道菜分別為華鳳酒店的葡萄魚 齊大餐廳的雞湯川海旁 雲外樓的金牛鴨子 婆婆菜的鳳美桃花 四海一品的四套寶 月王軒的三元牛頭 各位評審 好 好 葡萄魚和雞湯川海旁 刀工和做法都沒問題 可惜選材失誤 雲外樓的金牛鴨子 外香脆 耐鮮素 有形有味 但是在整鴨起骨的過程中 整穿鴨身 美中不足 婆婆菜的鳳美桃花 蝦球鮮嫩 造型很別致 但是呢 就略嫌酒味稍濃 蓋過了蝦的鮮味 四海一品的四套寶 刀工尚成 將鵪鶉塞入菜甲裏面 再塞入雞肚裏面 最後塞在鴨肚裏面 又有各種肉的多味混合 口感層次分明 簡直是巧奪天功 月王軒的三元牛頭 粗中見細 細中見精 而且刀法和薯材都非常上性 幸好 好一個三元牛頭 評審委員正在仔細地研究 入圍的參賽隊伍馬上就會揭曉了 就是月王軒的田舟刀 以及四海一品的龍劍一 謝謝 我們成功了 我們終於過關了 如果師父在這就好了 好嗎 祖少爺, 我們進了決賽 不過進到決賽的另一隊 是四海一品 放心吧, 祖少爺 我一定會想到辦法 月王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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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男人的, 給我一隻抽 好, 走 月長 美味的食物可以令人快樂 如果連主的人都不快樂 怎麼把快樂傳給人家 見到你回回圍村 我就知道被想通了 謝謝你 應該我說謝謝 如果沒有你用心的調教他們 就不能進入決賽 只是全靠他們有這方面的天份 謝謝你 健一 謝謝你 我睡得很晚了 你別睡了 我還有很多地方想和你去的 還有很多事情想和你做的 為什麼快樂會這麼短暫的 因為 人料太多 不快樂的時候 阿姨 阿姨 好多味道 坐吧 你想怎麼樣 沒什麼怎麼樣 我來看看你 太遲了吧 也不算太遲 或者再遲些 就簡直見不到他了 小說廢話 這裡不歡迎你 我是你的侄 我來探你 你還趕我走 看來無情無義那個 不是我 二叔 你這個徒弟打傷我的手下 這策子怎麼算 你做過什麼 心知肚明 心知肚明 當年你為了搶龍頭刀 逼走我爸爸 現在又來替我搶廚神 這句話 應該我說才對 你認識他沒錯 停手 不管你信不信 你爸爸離開有他的理由 好 我怎麼處置那個小子和小妹 也有我的理由 這是我們之間的事 跟他們無關 對 我不打算對他們怎麼樣 這麼多年沒見 我帶了些禮物給你 阿良 走笑不如就算了 我不想再說一次 對了 剛才我的手下 一不小心把你的徒弟 做一個死小妹 運到動藥房 然後又一不小心 把門鎖起來 不過放心 鑰匙我幫你保管好了 你要不要 不好意思 你弄手 鑰匙就在裏面 拿不拿取你 你可以慢慢考慮 不過他們應該很心急 我沒得選擇 不要 不要 鑰匙是假的 珍哥的電話在我 對不起 村長 算了 算了 過去了 謝謝你 謝謝你之親 小小姐 我已經失控了 你自己要小心 保重 你自己要小心 保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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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廚神馬上就會誕生了 今天的主題就是 湯 中國人經常說 無湯不成直今天除了做湯之外 還要符合一個特別的要求 就是大根不和 姐姐 什麼叫大根不和 就是 無味是五味之盡 就是有意識感 在湯匙中不加調味 烹飪藝術中 有紙烹不調 突出本味的手法 是為了吃到食物的原味 雙周時期的大廚師 早就把這種烹飪的藝術 總結成有哲學意味的一句話 叫大根不和 真想不到 你會為那筆生壽刀 我可以廚神比賽 你真是喜歡那把刀 真是喜歡做村長 別說我無情無義 今天我就讓你做一天村長 我宣佈比賽正式開始 健欣 我們幹什麼拖 我要選食材了 就這樣煮幾棵白菜 為什麼會被視為上品呢 健欣 白菜對圍村人來說意義重大 他就像我們親人一樣 平時沒什麼特別的感覺 但真的失去了 才會感受到他的親切 將來你就會明白 金雷 我們做開水白菜 師父說過 廚神對他不重要 四海一品才是最重要 好, 我們做開水白菜 好, 我們做開水白菜 鐵師父, 那些材料為什麼會 有時候做大事要眉羽籌 這道菜以開水命名 是因為清湯看來清潔如水 做法是將剁成熊的雞肉 均勻地放在雞湯裡面 在雞肉慢慢沉澱的過程中 吸收雞湯裡面 生餘的浮油雜質 是虞湯 阿 是嗎? 天生 的 我… 金雷, 拿白菜 白菜 而白菜並不是一般的白菜 是精挑細選最嫩最香的白菜心 然後用比針夠銀針還要細的長針 在菜上面一無數的洞 但是又不破壞整體的外觀 好 最後把加工好的上湯 倒進白菜的湯中裏 入龍猛火蒸頭 好 這是什麼做法呢 傳統的中國燈窩是底部受火 以力集中在底部 但是他用這個風火輪做佛跳牆 可以令紫砂球受熱更均勻 可以令紫砂球受熱更均勻 會啥 會啥 什麼 好 來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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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戒芬香 飄四輪 佛民氣善跳牆來 佛跳牆絕對是湯中的極品 開水白菜 根本就不是這個檔廁 等等 做一個屬於四海一品的開水白菜 姐姐 那些是我做的豆腐啊 龙草洞 怎麼豆腐不見了呢 為什麼豆腐不見了呢 為什麼川菜師父 把開水白菜視為真品 其實把很低賤 很平常的食材烹調成真品 正好就是川菜的大化之道 也是我們做人做事的至高警戒 這些才是食物的本味 大根不和 想說自己的甜品 些人 好 起菜結果就是 四海一品的龍現在成為新一家的伺伴 好 厲害 好 厲害 大哥 既然來了 試一口湯吧 來 這是白菜的味道 他是誰 這麼多年不好見 挺好嗎 算是這樣 黃師父 這類沒樣子嗎 他是沈青 是 你一定是沈螢 姐姐 難道他就是 他就是當年和爸爸學藝的黃炳基師父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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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別走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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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錯了 賢恩 我和大哥都認為你是最適合擁有龍頭刀的人 希望你可以用他做出美美的食物 為人創造幸福 太好了 師父要我陪他回圍村學廚藝 他多久 一個月過 明天我就要跟師父去學廚藝了 我一定有機會贏他 真不知道姐姐怎麼想 居然要你跟那個黃師父學廚藝 師父廚藝高超 可以跟他的學藝是大家的福氣 我不稀行 這樣的福氣留給你了 不准笑 你看你呀 漂亮得飄浴了 有嗎 還勉強 你學校一定是沒有女孩子的 你沒有被女孩子摸過的 又怎樣 怪不得一點男士風頭都沒有 像個牛皮燈籠一樣 怎麼也不明白 一點都不了解女孩子的心理 讓我重新找回自己 絕不再輕易放棄 因為你我會再次去相信 是你給予我很多的堅定 對未來終於留下定了決心 再多困難我也會好好地說下去 是你給予我繼續的勇氣 讓我重新找回自己 絕不再輕易放棄 因為你我會再次去相信 是你給予我更多的堅定 是你給予我更多的堅定 讓我重新找回自己 讓我重新找回自己 絕不再輕易放棄 因為你我會再次去相信 是你給予我更多的堅定 是你給予我更多的堅定 對未來終於留下定了決心 再多困難我也會好好地說下去 對未來終於留下定 是你給予我更多的堅定 是你給予我更多的堅定 是你给我继续的勇气 让我重新找回自己 却不再轻易放弃 因为你我会再次去相信 是你给我更多的坚定 对未来终于留下定了决心 再多困难我也会好好走下去 再多困难我也会好好走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